很多同修在僧团中 还有很多的经社 很多的供修处 现在都发起 每天起码一小时 读《佛王誓约》 大家读得有声有色 大家读得问出来那些问题 都很威胁 有人正在读 不管多少 你每天给自己一个小时 更多时间是很好 你就好好去读 这本书在写的时候 用心写得比较细一点 原因就是希望大家 在从中获得一些 佛法的正知见 还有一些正确的明相 所以希望大家 也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互动 读书会 大家每天读读佛书 三日不读书 便觉语言乏味 面目可证 这不是我讲的 但是能读书 确实我们会得到讯息 特别是在讲述佛法 特别我们佛王誓约 在讲述这殊胜的福藏 这样的一本宝典 相当相当重要 如果以前我们犯下 诸如此类的罪业 对不对 怎么办呢 现在就知道 哎呀我造下这么样的大的错误啊 就不要光陷在情绪里 怀疑人生啦 不接电话了 已读不回啦 搞失踪啦 奇怪啦 你自己给自己制造这么多违缘 何必呢 一直忏悔 我做错了 因为我是无知的众生 我不懂 现在懂了 非常忏悔 立刻改正 马上就是 又变成第一清净 这样就好了